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主要我们要来谈一个亲子教育 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说到任何的亲子教育 说到游学 任何的亲子活动 我觉得最根本的其实就是回到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要和我们的孩子 其实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亲子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去 在我的家庭里面想要去做到的 我也希望其实每一个家庭都能够 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元素里面去发展开来 不管你做什么活动 你如果没有了跟你的孩子是没有那个深厚的关系的话 他到最后他纯粹也只是一个表面的活动 但是你没有和你的孩子一起去成长去探索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像国心他所提到的很多种的这种活动 像比如说爬山的那个活动 这样子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我们是就是极力的是邀请父母亲一起来和孩子一起去爬山的 所以呢在当中他们是和孩子一起去探索 然后和孩子一起去触摸那些草啊木啊 去了解那一些所有的这些生物这样子 其实从中呢其实也让孩子一直有一颗那种探索的一个心灵 他会继续的保有那个sense of wonder这样子 让他说他至少他长大以后 他也不会失去说对他的家庭的这个热爱 对他这个大自然的热爱这样 再延伸到整个社会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当中就是以这个大自然为出发点 然后让我觉得说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会把在和大自然的连结 还有人和人的连结 再把它应用到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去 对这个亲子教育怎么感兴趣 是这样的这个亲子教育对我来讲是最近开始越发觉越来越重要 那么我自己本身是三位孩子的爸爸 那么分别三岁六岁跟八岁 那么自从有了孩子过后我觉得这个爸爸觉是很重要 当我看到别人的孩子的时候 之前还觉得就带别人的孩子其实可能很简单 因为还不是自己的孩子 那么当自己有孩子过后 我觉得那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因为他每天跟我在一起 所以对我来讲这个亲子教育是一个一边学习 一边战战兢兢的这条路 对对对因为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有没有学到要如何做一个爸爸如何做一个妈妈 我们学了好多知识 但是如何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却没有学到 对这是我非常赞同的 所以我一次每天在学习 从不同方面去了解这个亲子的课题 好另外一位呢来到我们节目中呢 他同样的是张文慧哦 目前呢他是居住在这个沙拉院梅里 之前呢是在这个吉隆坡 在吉隆坡就职的哦 在这个2014年时候呢 就从吉隆坡呢就来到了梅里 目前呢在梅里 在沙拉院呢已经有十年多了 我们请他来 廖家生 嗨大家好 我是文慧 我们同样的也是对这个亲子教育 会觉得说以目前来说 真的是有很多是不足之处吧 其实像刚才国心所提到的 就是我觉得说 我们能够和孩子一起相处 陪着他长大的时间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有限 然后我自己本身以前 也是从事媒体行业的 然后那种工作的时间 真的是非常的长 然后回到家里 其实我能够看到我孩子的时间 可能就只是那么两三个小时 所以后来呢我们很感恩 就是我们能够有做出选择 回到了来到了梅里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说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好了 然后真的是一个 让这个亲子活动再一次的 就是在 怎么说应该不是蓬勃 他本来就是在那边 然后只是说 我们缺少了一些人 然后再去把他的带动起来 但是我觉得说 不是要有特别 有才干的人 或者是要特别在某方面 有专长的人 才能够去做起这件事情 天生的每一个父母亲 其实都能够把这一个 看家本领给使出来 然后呢去把它给做好 而且我自己很感觉 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第一次遇见国心的时候 那时候他就说一句话 让我很很有感触的 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至少能请学的话 那么其实以后 你可以想象吗 以后我们的孩子长大后 他会在生活在一个 怎么样的社会 那刚才我们有聊到 其实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国心老师跟文会 都不是所谓的 我们是所谓的 从事这个教育的正职 本身都有一份工作 只是说我们对这个 亲子教育的有特别的热忱 总觉得说 我们应该在这个亲子教育 这一方面多做一些 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孩子 甚至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父母 那这一个所谓的游学 你是从哪里看到 或者哪里学到 OK 游学对我来讲 其实我开始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很特别的这个东西 因为我都有带孩子 去玩啊 去旅游啊 可是他加起来游学的时候 其实在旅游的时候是学习啊 那么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是跟这个电脑老师 他在分享 旅游的时候是学习 你会不觉得很累吗 因为我们很常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说到嘛 一年一次的家庭旅游 就希望说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让孩子去走走看看啊 父母也放松一下 但是像你说说 在旅游的时候 我还要特别安排跟孩子 进行互相学习的话 会太累吗 对我来讲 就不一样的感觉啦 因为我从父亲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我要把我 一些理念啊 或者一些观念啊 想教导我的孩子的话 其实在旅游当中 就是在学校以外 在书本以外 就能够跟他 教导他一些东西 一些知识 那么这个是体验式学习嘛 所以游学是一方面 也是一个体验式学习 就是比如讲 我们讲 火山是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河是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在书面上 永远只是在书面上 留在那边 一个字眼跟一个图片 那么如果我带他去那个河的时候 去摸里面的水啦 可能里面还有鱼啦 还有小虾螃蟹啦 这样诶 他无心中 他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体验 那么他在任何时候 要表达啦 可能透过文字啊 他已经心中有个概念了 所以他能够体会到原来 诶 我在玩的时候 其实我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所以以后他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他就有很深刻的印象 这样跟人家表达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很有内涵的 去跟人家表达 并不是在体留在表面上 所以这也说到说 当我们带孩子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并不单单是旅游啦 像你说带去爬山也好啊 或者进行某一些的亲子活动 所以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些安排 是吗 是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是父母亲也要做一点功课了 可能花点时间 可是后来的时候 那个果效是不一样的 对孩子来说 他除了去玩 他也带了一份学习回来 对你来说 带孩子这样就去大 一方面是累 但是呢 孩子 目前在对你来说 他们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有哪些 我觉得说 他们对于所有的事情都会很好奇 他们永远都会 有那一种要探索的 那一种 心情 其实 就是很常有时候 就算我们现在 驾车出去 经过一些很不熟悉的地方 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说 我们去explore一下 看到底有什么东西 那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然后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说 其实很累 然后为什么还要再去做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在反问你自己 其实为什么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想说 有一个说法 就是有人有人说 其实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 不只是一个宇宙 它其实只有两百个宇宙这么多 然后你就想 怎么会有两百个宇宙这么多 其实不难理解的 因为你先看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发展 有科技的发展 每一人其实就有自己一个小小的宇宙 因为他就有自己的一台手机 然后你就钻进那个宇宙里面 你就不跟旁人去接触这样子 而且我们很多父母也很常用手机 来喂孩子这样子 嗯对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孩子 没有被这个另外一种宇宙 给摄入进去的时候 我们赶快的把它给拉出来 让它去接触到真的人 让它接触到真的 让它接触到真的 真的所有的这些花草树木 然后让它接触到大自然 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到说 这是值得的 你就更加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对 我觉得说很惊讶 像我们所说的 他的孩子对很多东西都有非常 有这个探索的这个欲望 因为会发现说 现在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除了手机 对其他事情 都不感兴趣 一拿到手机 就好像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宇宙 自己的世界 始终认为教育下一代 是要教育别人的孩子 就比如说很简单的 有一天如果我的孩子走去外面 给别人欺负 给别人打 讲不好听的话 这样是谁的错呢 是我孩子不小心吗 走了那个地方吗 还是那个孩子的错呢 其实不是 可能 他没有真正得到一些人的帮助 或者是教养 其实我们也可以帮助别人的孩子 教养他们 就比如说通过爬山 通常我们教别人的孩子怎么样 带领他们 所以 其实整个社会 我们可以推动一个亲子的教育活动 彼此的来帮助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孩子 有什么错 我们提点他们 提拔他们 鼓励他们 称赞他们 什么做对的 他们做错的 可能我们可以提醒他们 这样一来的话 孩子也可以得到一些的成长 得到一些的提醒 那么 父母也可以 透过其他父母也可以 帮助我们的孩子 所以 其实是双方面的 对 就像我刚才之前所说的 我们在学校里面 学到很多知识 唯一一个就是没有学 人家做一个爸爸 可能做一个妈妈 所以藉由这样的一个学会 也可以去 让很多 跟一些新手爸爸 新手妈妈去学 要如何去进行陪伴 或者是如何去设计一些活动 对 那我为了你对这样的一个学会 你有怎样的一个期待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非常棒的平台 然后让很多的母亲 可以一起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集思广益 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 总会觉得说 我想要做这一些 但是好像 我不晓得该怎么 从哪里下手 对 很多人都说 我想要露营 可是我要怎样去安排 是 我要去哪里 需不需要升级卷证 所以如果有一个学会 有一个国系老师带头的话 他就说 我曾经办过 我知道要怎样办 哪里能够办 所以变成说 他一号召 就可能有一些父母 就觉得我也要参与 就无形作 就可以带动很多人 一起去 进行一些的教育 或者是进行一些的 参与这个活动 是 好的 那么如果呢 这个听众朋友 想要更加了解的话 在哪里可以找到国系老师 OK 我们有这个面子书 可以上到我们的面子书 找Miric Parenting 从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 跟一些的 接下来有一些的 道导等等这样的东西 资讯 分享 跟我们亲子的一些 课题的分享 你就直接进到这个面子书 对 然后呢 我们就进入Miric Parenting 就好了 对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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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